HELLO 大家好我是HON HON HON 今天來玩一下糖霜雪球餅乾的獎盃賽 然後先來說一下他推不推薦練滿 先看一下這個獎盃賽排行榜 你看這個第一張圖 藥果村這邊有一個862 就是搭配新的傳奇寶物的時候 然後二方是色香葡萄 可是他的分數你看跟色香葡萄可以跑860是差不多的 而且人家不需要帶傳奇寶物 然後再看第二張圖 第二張圖是 我剛剛說的這兩隻餅乾都沒有 然後第三張圖的話就這邊又有他的組合 可是一樣是搭配新的傳奇寶物 可以跑到806.5 然後色香葡萄本人的話是跑800 所以就是這兩隻是差不多的 然後兩隻餅乾就是一樣的處境就是 三張圖 只有兩張圖 藥果村跟甜品樂園可以上場 阿伍的話是蠻推薦 如果你沒有練色香葡萄的人 你就可以練這隻新品乾 糖霜雪球 可是如果你已經有練色香葡萄 然後可能原本就有在使用的人 就不需要特別去練新品乾 除非他很搓你之類的 就是你很喜歡他 那當然可以練 這就是結論 好那我們就先來玩藥果村吧 就是這個組合搭配色香葡萄 好 可是第二個寶物我還沒有抽 所以我先用這個神燈 分數的話好像會差個六七百萬 差不多 那我就來跑看看吧 喔對 我剛剛都沒有說到 我把我的魔法湯祝福能力換成黃色熊熊加分 然後一棒跟二棒我都換了 對 所以看你要不要換 換應該是直接用所有熊熊古洞加分就可以了 可是這張圖就是 比較多黃熊才會特別去換 還是都會漏古洞 我沒有 最近沒有到很常在玩獎北賽啦 所以 古洞會有點吃得不太乾淨 這邊我都這樣跳 然後等一下天堂那邊我會 有點延後上天堂 讓我最後面比較好吃到 一個那個什麼 時間才點到寶物的那個活動 正常應該是不需要 我這邊會這樣吸到之後往上跳 稍微延後一點點 對 這樣我們奔跑的距離會比較短 怎麼還是都會燒古洞 天啊 這個石頭最好都是有跳下去打比較好 因為有時候你好像 就覺得他會打得到 結果就這樣走過去就miss掉 這樣你就會少很多分數 所以如果你是在比賽啦 就盡量都給他跳起來 不要偷懶 我好像吃得還不錯欸 剛剛這邊衝刺的時候 有時候我會想說 他會自己打到 對 這是我剛剛說的 要自己跳 把石頭會沒有打到 結果完蛋 等一下 尾跡不是要鎖血 而且體力可以用得非常剛好 那等一下 技能結束前就要先跳兩下 然後結束後就可以再額外跳兩下 這個距離很重要喔 應該說這個延長奔跑時間很重要 不然你最後會少那個 時間採剪刀的字母的 活動 分數 對 欸 要少一個 天啊 這好像直接走過去就好 這我都會怕掉 我可能就 在那邊跳 哎呀 快速上車 然後這邊就可以吃到藥水 所以就 剛好二棒帶這個 射箱葡萄可以危機 因為他寵物能力是 體力消耗速度減緩 然後現在是 一直都有在發動中 所以他才可以 當第二棒 一般不需要鎖寫 然後這邊後面的 彩帶球要記得吃 還有 彩虹果動 然後最後技能結束前 太陽下 欸太陽下 嗯 前面那個不知道吃不吃得到 所以855喔 有S加你看 就是可以上排行棒的組合 還不錯 果然分數有差 不然就是 我股東吃不乾淨吧 可是分數好像也沒有差到 六七百萬 反正就是有差一點分數啦 跟這個新寶物 那應該是 分數差距不大 是我沒有吃乾淨 對 那再來就是玩 第二張圖 喔 算第三張 甜品樂園 這是新地圖喔 然後一樣要搭配 這個殘疾寶物 所以我中間還是一樣選 神燈 它自動幫我配好了 真的是 那我們就來跑看看喔 這張圖的話是新地圖 對我來說是新地圖 我不知道之前有沒有出過 然後我覺得它設計的有點可怕 像這邊 不太好吃乾淨 那個巨大熊很容易漏掉 然後加上這邊 有那個奇怪的蜜蜂 這邊很難吃乾淨 然後吃完之後 你看應該往下走 那邊有一個 隱藏版的粉熊 派對道具 這算是隱藏版嗎 對 然後這邊等下發動技能的時候 把最後一個這個 衝刺道具往上吸 這樣你可以跑比較遠 這也算是 高分小技巧 然後這邊的話 一定要這樣 跳到這個平台上 中間就好喔 你跑到上面的話 你就吃不到巨大化 然後你就會 撞到 然後這邊就會噴那種 彩帶球 嗯 彩帶啦 沒有球 這個彩帶 我覺得有點機遇耶 說不定 有的人就會剛好吃比較多狗 不太確定 這個的話 我會吃上面 就盡量不要漏掉 太多冰塊熊 然後這個一定是 巨大行星滾動 比較高分 一定要遲到 然後再盡量吃一些 彩帶碎片 這個的話 巨大化一定要遲到 不然後面 冰塊熊企鵝就會 沒有吃到 對 應該說吃不乾淨 這邊可以吃到藥水 然後就可以 剛好危機 他的天堂的話 是 基本款式 應該說之前有出過 應該說之前有出過 就跟著時鐘路線走 這邊是往下的話 第二階段就往上 然後這邊都是 看粉熊 去吃粉熊 就會吃到時鐘的 後面背景看起來好甜喔 應該是蜂蜜吧 這個人還有時間 在那邊看背景 我沒有想說 怎麼沒有發動技能 然後最後技能結束前太兩下 然後結束後就可以帶 太兩下到這個平台 就可以跑比較遠 真的這個只要學起來 你分數就會比別人高 一切一切 這樣就會贏過去 對 這邊我就不知道怎麼吃欸 剛剛是因為有無敵時間 我才這樣跳 是感覺如果 直接跳去吃 才帶球 就是吃不到巨大話的道具 到時候看一下 別人有沒有 剖跑法影片 這張圖太新了 這邊的蘑菇的話 看起來是有點可怕 快速開車喔 其實用這隻新餅乾 都算蠻簡單的啊 不需要什麼技術 也不用記什麼點位啊 就像 前兩隻那個什麼 電影系列的餅乾都很麻煩 這個簡單又高分 真的還不錯 只是這個 大補有點難吃 剛剛那邊 小心不要 直接倒下 反正在空中的話 就不會倒下 就是鎖血吃藥水 然後吃到的話 就可以發動回擊 對 可是你沒有吃到的話 直接倒下就 遊戲結束 然後 結束前跳下 結束再跳下 吃 時間採剪刀的那個 鼓動 這樣子有 799.1 我還以為我可以 8億多分耶 所以還是有差距的 我記得他跑806耶 所以就是 差600多萬分 應該不是寶物的問題是 我沒有很 吃得很乾淨 對 好 啊我原本沒有要跑 荔枝島這張圖 因為他會露一些彩雄跟 反正就距離啊什麼 就覺得不太對 所以他分數就沒有到很高 我剛剛跑842 對 所以 跟那個 色香葡萄一樣都不能上場 那我還是跑看看好了 說不定 有人想想看 就是這個組合 那我就直接來跑看看喔 這張圖的話 正常來說應該會把那個 祝福能力換成 那個 粉紅熊熊果凍加粉 然後剛好這兩次都有 粉熊加粉可以換 可是 我沒有第三個格子可以換 我就沒有特別去刷了 那如果你要拼分數的話 應該是可以去刷一下 應該是可以去刷一下 然後這邊可以這樣跳 然後 我有把第二個寶物神燈 換成 比較平民的那個 幽靈熊 結果分數 不是很理想 所以我把它換回來這個 神燈了 欸 好像怪怪的 這張圖 這張圖就盡量不要漏掉那個 粉熊古洞 喔對 我也有帶引擎看看 結果 如果你帶引擎的話 你就會把最後一瓶大骨給吃掉 然後你的色香葡萄就會 出事情 而且 一棒把 就是 糖燒雪球把 藥水吃掉的時候 也沒有要發尾擊 所以 那瓶藥水是無效藥水 就是 這張圖絕對不能帶引擎保護就對了 少一個巨大熊 我覺得我在亂玩 哎呀 真的很少玩 想背賽 就 老了我吧 這邊的話你看 就是我說的 彩虫會漏掉 就會少別人很多分數 沒有到很推薦 就是 用 糖霜雪球來跑這張圖 雖然 如果你不是在拼 沒有拼到 大師之類的嗎 前面的話 用一定沒問題 上下快速走動 跟著時鐘路線走 這邊彩蛋球有時候會Ramp 你就 要自己靠近去 把它吸怪 好 跑這麼久終於快跑完了 這邊就 平本式吃 菜雄 好 等一下技能結束後 不是 是結束前跳兩下 結束後再跳兩下 這邊不要為了吃 菜雄 結果 技能沒有拍 沒有拍到照之類的 這樣 就得不償食 等一下再說剛剛的我 好 我又重來一次 對 我都沒有說寶物搭配 會帶那個雪櫻手套就是因為 它是要吃 粉熊 去發動 能力的寶物 然後第三個 時間採檢到的話 就是 糖霜雪球的加分寶物 所以幾乎就是一定會帶上 軟跳 欸 少兩個巨大熊 這邊有點恐怖 所以我等一下分數 還可以再加一點上去 就是 活動的分數 我沒有吃得很乾淨 OK 又少一個 天啊 等一下技能結束前 跳兩下結束後再跳兩下 就完成了 分數來到了 842.6 OK 就是這樣子 就是 對不能上榜 有點差距 最低要860才可以上榜 OK 那一樣結論就是 如果你有練 陽光色像葡萄的人 就不用特別去練 新餅乾糖霜雪球 除非你很喜歡它 不然它其實分數是差不多的 可是當分數差一點點 高一點點 你就可以贏別人 就看你的選擇 阿如果你是剛入坑 或是新手阿 回國玩家 我覺得你就可以練糖霜雪球 我覺得還不錯 對 然後搭配 射箱葡萄的話 你就可以上場 分數還不錯 好那今天的影片 就先到這邊結束 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訂閱按讚跟分享 那就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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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